普尔赶快把4年1.4亿的合同转让给围巾死榜 全场五投二中 仅得7分两篮板 正复制-20全场最低 这显然对不起那一年3000多万的合同啊 虽然合同下个赛季才正式升降 但目前普尔已经签了合同 这样的表现 显然有些对不起球队管理层的信任 相比之下 将军流队的嘴哥成为了球队真正的大腿 在刚刚结束的勇士与绝金的比赛中 约基奇带领阵容完整的绝金 完成了对勇士的复仇 上个赛季勇士在季后赛淘汰了绝金 并成功赢下了最后的总冠军奖杯 作为未免冠军 勇士本场比赛打得十分糟糕 尤其是外线投篮 从库里到克兰 很多人都失去了手感 但所幸他们还有嘴哥 全场比赛 维金斯投篮17中8 3分8中2 爬球7中5 得到23分8篮板三助攻三奖段 在嘴哥成为球队大腿之后 库里在下半场也站了出来 他们一度将比分缩小到5分以内 但最后还是遗憾输掉了比赛 而普尔无疑是球队输球的投好罪人 本场比赛 普尔打得十分糟糕 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 普尔是外线不敢投 内线不敢突 甚至在关键时刻 还将球交给更加年轻的穆迪去处理 当然本场比赛 勇士之所以输球 除了普尔以外 库明家和怀斯曼的表现也不是很好 而库里在赛后的采访中 更是直接发怒了 虽然不是针对这些队友 但看得出来 库里并不是很开心 在球队的球员模仿他的晚安手势 他会如何回应时 库里直接表示 如果有人胆大到敢这么干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但是这都是公平的游戏 看得出来 面对记者的问题 库里显得十分不带烦 希望接下来 勇士能够继续磨合阵容 保持健康 力争完成未免